就是風格的 就是說 前期的 前期的專輯比較有 偽媚訊息 就是在 高砂劇然後一直到現在 感覺很像正氣 就是正氣 比較正義一點 然後我想要 偽媚轉身的 轉身的那個 情境是你原本就已經 預設好的嗎 還是怎麼樣的 其實鬼脈轉身那張精選集之後 就是石墊 高砂劇跟現在武德嘛對不對 呃 石墊其實還是蠻 鬼魅的啦因為整個都在地獄嘛 那雖然跟228有關係 但是他的背景是 一個 1947年的一個 孝蕾娜怎麼樣到地獄去改變 台灣的歷史 讓228的歷史能夠改變 所以他本質上還是個地獄故事 那高砂劇 因為他是在講台灣人當兵 太平洋戰爭當免事 所以他比較實實一點 那他是不是正氣 我覺得 比較多的悲傷啊 哪一張專輯比較多的悲傷 這一張專輯我的確會有點怕他比較正氣 武德 所以其實大家在看 太正氣就太power metal 好 我在講 我現在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不要用 正邪的方法在看武德這個概念 就是 可能很容易因為武德的這個想法 所以會想說 欸 所以閃靈這一張裡面講的 是不是全部都是對的 其實不一定 所以我們在講 現在我們第二支NV尼克拉斯裡面 那個海賊的故事 事實上 這一群海盜 漢人的海盜來到台灣以後啊 接著的四百年對台灣來講 在他們來之前其實是很鬆的啦 大家都歸了三歲三歲 反而與世無爭在這個海島上這樣 但是從開始有 不管那個海盜是從西方來的 還是東方的海盜以後 對台灣的命運來講 其實是另外一個曲折 那再加上你看裡面歌詞 我們這次歌詞 不管是大蟹鬥還是尼克拉斯 這兩首歌裡面都有 不是那麼正義的事 但是的確很暴力 例如說尼克拉斯裡面有一句是 唱準 唱字 唱雜貌 我不是叫大家要去唱準 唱字 唱雜貌 但是我在描述一個 我們的先人 事實存在的暴力現場 那這個暴力現場是對還是錯 這個必須是 不管是我們 是經過創作的過程去想 我也希望聆聽的人 是經過聆聽的人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對還是錯啊 像大蟹鬥 大蟹鬥那個裡面 你換歌詞 你會發現以前我們台灣人 不只是 因為來的人不一樣 背景不同 信仰不同 拜媽祖的跟拜冠姨媽的也修台 或是只是年輕人在路上看不爽 就修台了 整個那個蟹鬥的時代 台灣所謂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所以那這些東西 難道每一個都是對的嗎 其實不一定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們的確可以從武德這張找到很多正面性 但是我希望給大家更多的思考的是 那到底哪些是正面性 哪些不一定是 我覺得這可能是 所以你不會發現那麼的正義啦 我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這樣